您是发专辑之后 那肯定会有一些MV啊之类的出来 那么您觉得自己的性格来讲 或者以前的经历来讲 有没有在表演这个方向上 有新的尝试 比如自己出演MV的主角啊 之类的 这个我其实其实其实我倒是蛮期待的 我倒是蛮期待能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因为我是一个 我是我是一个生活中是爱好特别少的人 我是一个其实我的爱好音乐啊 另外一个就是电影 然后呢当然也是很喜欢表演艺术 然后喜欢看 但不知道自己演的行不行 然后呢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吧 那以后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也会去尝试一些比如微电影啊 或者其他电影的一些演出 应该会 如果您参与演出的话 您把自己的角色特点应该定位在一个什么地方 就比如说什么角色更适合自己 或者得新应手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我 其实恐怕这个让大家觉得有点陌生 我觉得我 如果说我让我自己去选一个角色 让我自己去安排一个角色的话 那其实我更加具演那种 就是喜剧类的嘛 喜剧类的 那这跟我们在舞台上看见您完全是两个样子 是是 我很喜欢喜剧 而且我喜欢就是 有点有些内容 然后可以让别人去 反思的那种那种那种类型 有喜欢 有特别喜欢的演员吗 有太有了 比如呢 太有了 像我喜欢 周星驰 周星驰 然后 陈凯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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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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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知道今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会不会有导演来注意 诸葛大哥原来有这样的爱好 或者说有这样的准备 会不会有更多的作品出来跟我们认识 这样的话 也许您这个喜剧效果一出来 很多歌迷会 哇天呐 诸葛大哥还有这样的一面 会不会这样担心 我怎样 我期待这样的机会 我很期待 那最近的工作除了一些通告和包括这张EP的宣传之外 还有哪些计划和打算 最近 最近其实工作 一个就是这个EP的宣传通告要上 然后呢 还有好声音的这个巡演 好声音的巡演 还有我们会有一个校园型 校园型 会有个校园型 然后主要的工作还是在接下来的一个专辑上面 我们也知道好声音马上新一集又要开始了 那么肯定有好多的怀传着音乐梦想的人来参加 对这些人有没有什么建议 或者说能不能有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我是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自己打心眼里面感谢好声音这个舞台 它给了不同类型 不同年龄层次 不同音乐风格的 很多的音乐人这么一个机会 这么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特别期待 我也特别期待着看下面第三季的这个好声音 那我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的好歌手 涌现在这个舞台上面 当然对于未来的师兄弟 师兄弟们我就说 希望他们能够拿出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把一些更好的音乐歌声 展示给我们喜欢这个舞台所有的人 那跟您同届的这些选手里 您对谁的印象最深 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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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其他人听到我会讲 难道对我们印象不是什么 我对大家印象都很深 我对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 但是那最深的当然是 我遭遇过的 遭遇过的对手 同一组的 就是纳英组的 印象会深一些 比如说 翻看 比如说 北塔 姚贝娜 姚贝娜 还有凯利文 林玉群 都挺深的 印象都挺深的 对 那其实 诸葛大哥说一句 虽然您没有走到最后的一个总决赛的舞台上 但是诸葛这两个字 却给更多人 比其他的一些选手 其实更深刻的一个印象 您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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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可能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多的原因 你要说一点 比如说音乐 这个人的身世 包括 你的 PK的 对手 然后 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 遇到的 艰难 这个难度 这个 这个